台湾很宜居,人的素质也很高 经济发展中,服务业贡献不小,也是一项高速发展的产业 在台湾很难见到大陆北方九个月磨刀三个月载羊的状况 无论是旅游服务还是餐饮服务,速战速决 你出钱,我服务,提供优质的态度和产品尽量做到让你满意 服务是用心的,其中责任心是最基本的要求 大陆人好像对服务二字有误解 为人民服务,这是一句典型的空话 处处充满着互相伤害的模式 为何这么讲呢? 大陆很多服务行业,钱是低位的 服务的概念仅仅限于为我的利益所带来的那一部分价值 即对我有利,我就服务好一点 暂时对我没有利的,我就不用管了 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服务 但是涉及到同行跟我竞争了 我必须在服务上击败对手 一旦没有竞争对手了,服务的质量立刻降下来 这就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逻辑 因为提高服务质量也是需要成本的 很多人对服务业中的服务态度和服务质量都很难把握其概念 那么整体服务业的发展就会受到影响 也谈不上发达与不发达 而台湾的服务业发达是多方面原因的 在大陆论坛上也能找到一些类似的问题 回答参与度不高 可能是因为很多人都不了解台湾的服务业 或者不太愿意参与吧 网友们是这么回答的 缺时间教育 台湾人民普及教育的时间比大陆早得太多 日据时代就基本普及教育 加上国民党带来的大量文化精英 台湾普及教育就是现在的老人也是受过教育的 我们网络购物比台湾发达太多了 因为台湾的制造业薪资比服务业低 年轻人只能往服务业去 为什么制造业薪资反而比较低呢 因为引进60万东南亚外劳 这应该是以前的数据了 现在是70万左右 导致在制造业劳动者薪资和外劳相近 那谁还去制造业 中年失业和边际劳工 没有选择的人会去制造业 从事制造业的人越来越少 台湾怎么解决 引进更多的外劳 制造业没有让劳工得到合理的工资 谁得到好处 资方和外劳中介 经济数据上的影响是什么 成长只有贸易顺差 其余为负成长 理论上要有优异的服务业 是建立在优异的制造业之上 台湾的现实是 制造业的落后 让人们只能选择从事服务业 没有产生更多的剩余 却过度发展于内耗 败相遗漏 小周并不认同这个观点 服务业之所以高度发达 是有需求有竞争 虽然台湾的市场不大 2300多万人 但是竞争也非常激烈 当产品都差不多的时候 谁的服务好 谁的服务质量始终如一 谁就更容易胜出 还有网友说 台湾人常说的一句话 人情味 这里讲的人情味 其实大陆是很缺的 几乎所有行业都缺 但最缺的行业是行政服务类 我们都知道在大陆做生意 你想办个手续 办个证件 多数公务员态度都是一般的 不是公务员的态度不行 而是没有办法制约他们的态度 工资首先不到位 办事的人又多 投诉也不管用啊 反正就是人家说了算 普通人只能按照人家的意思去办 所以在大陆代办中介相当发达 就是因为服务跟不上呗 大家实在不想花太多的时间 去跟那些行政人员打交道 谁喜欢看他们的脸色呢 干脆花点钱代办得了 省心还省时间 台湾的服务业发达 不光是服务质量高 产品的质量也有保证 MIT不但在台湾受到欢迎 在世界也星光闪耀 大陆的网友可能不知道 台湾光在服务业上的产值 就占到了六成 经济部发行 商业发展研究院 编撰的2021商业服务年鉴报道 2020年的时候 台湾的服务业产值 就已经达到了 11兆9369.60亿元 约占台湾GDP的62.04% 就业人口约为684.7万人 2022年 服务业虽然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 但全年预计增长态势还在延续 按照我们的理解 台湾都是中小企业 而且服务业都是内需型的产业 为何从业人员这么多呢 难道他们把服务业打通了 以国际服务为主吗 显然是有这个趋势的 但是目前还是内需型 比如台湾的智慧医疗服务 智慧医疗服务也是台湾具有强大竞争力的产业 智慧医疗最佳的基础条件 很多人来到台湾就是本折医疗来的 去台湾看病成了很多人口中常常提起的话 我个人认为台湾之所以服务业发达 由内需逐渐到多元和国际服务产业发展 台湾的制度也功不可没 台湾社会高度全球化与自由化 深具文化底蕴 年轻人具有多元思考与适应能力 是一个创新创业优良环境 适合成为新形态服务业的实验基地 加上台商有丰富的生产制造及研发管理经验 因此创新创业 制裁管理制造管理等知识管理服务业 都是台湾颇具优势可以发展的服务产业 台湾要打造服务业的新蓝图 除了优化台湾服务贸易模式 提高整案输出的比例 投注更多的服务研发费用之外 还能善用台湾ICT研发创新能力与制造能力 在完善的顶层设计创新策略中 动态调整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如果您了解这一行业的话 就知道台湾的服务业人员 由过去的传统服务到现在的专业化服务 逐渐形成了梯队形式的人才体系 几乎各个行业都已经形成了较为特色的台湾服务模式 如果你不信 你跟台湾的供应商 或者台湾在地的服务行业接触一些就知道了 有人把这个服务产业的兴衰和质量高低归结于 实现好的素质 并提了两个条件 资源 时间 没有充足的个人财富和社会资源 一切素质都是空谈 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学习和习惯 也不可能一时间把素质变出来 听起来挺有道理的 但实际上好的服务业不光是这些素质和时间 有了素质和时间也不一定能实现飞跃 因为服务业中的敬业和责任心 不是每一个人都时刻刻在大脑中的 唯有在追求金钱和追求利益的同时 学会平衡跟自我付出之间的比例才能有所改善 而这种能力在大陆往往被钱给冲晕了 很难成气候 大家都赚快钱 太浮躁了 我想教育和急躁的环境也不能忽视 您觉得呢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是小周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